在這裏我們走的時候 沿途上高落低 需要飲水 其實很多人都拿起水 舉高猛喝 其實我們走山 絕對需要 有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 用喉嚨飲水 不是用嘴唇飲水 那不正確 因為水太多 就會灼傷 應該慢慢 很少 然後滲下去 第一 你會省水 第二 這樣才是正式解渴 因為很多人倒下去 就直接入了腸道 沒有了功能 即是不可以散熱 喉嚨慢慢慢慢慢慢去 其實是讓熱量 借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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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沒那麼熱 所以為什麼呢 很多人甚至喜歡用熱飲 其實熱飲的功能都是 入到你裡面 就是慢慢慢慢 將裡面的溫度降低 降低 你會覺得舒服 你喝些冰 炸的聲音 都是舒服的 但只是短暫 用熱 或者用喉嚨 你是慢慢慢慢慢慢降溫 所以你會感覺 真正解渴 就是用這個方式最好 各位我們行山人 現在這段年代 除了大家習慣喝冬飲之外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的 我們真正的行山人 為什麼喜歡將它結冰 其實就是逼你 不可以喝太多的水 一些冰是會慢慢溶 每一段就喝些 每一段就要溶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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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溶些冰水 讓它沒那麼快溶 你就不可以喝那麼多水 因此你可以保持適當的水 在這個瓶裡 這個瓶變成溶化之後 如果這樣 你可以很快喝完 但是其實我們行山 應該養成的習慣 就是說你的水 絕對要永遠留在瓶裡 一定要有三分一以上 甚至最好有三分二 直到下山你才好喝 而哥哥在山裡 都是用喉嚨慢慢喝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有支冰的水 有支普通的開水 就是可以避免了你蠔飲 落到山裡 仍有水喝 因為大家不知道 走到中間你可以降低 這樣降低的過程之中 可能你要等待救援 等待救援呢 水是最好的救命 如果有水 基本上最低限度 可以維持到生命七天 七天 一定有人來救你 沒有人來救你 都是該死 是吧 OK OK